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秦史 写刀 冰赤的资刀 其其意义 就是秦第四号啊 这个地方政府啊 他受写与刀 两个行政单位 冰赤 有的是写 有的是大写 有的是平行的 这种资刀的意义和作用 字幕志愿者 冰赤的资刀 其其意义 我们 写了卡史料 在曲头秦里的首帮礼城前 首帮礼是秦里城的一阵 还这样过的 读管 雄识 利人切 首语 必须给一阴 本 一阴 年月师 首以为首 有其有 有其无有 优者以利 须死以至 有这么一条旷的外定 我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堕管呀,堕住个堕住的堕,想寻敌人去,就是人这个堕里面,寻敌人去,寻寻敌人去,真要收了, 守着这个机关呢,必须知名不,身体的这个,寻敌人去呀,那一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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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说的,而且还要紧别,他们的那个寻敌人去,有其无有,有不有其事,啊, 再说,给他们收了粮食没有,领给了粮食没有,领给了医护没有,要记载这些情况 这就是这么一条话里,我们不管这个话里条文是什么样 这个集中间提到,多,多了就多,就是多这些机关,想想怎样,学生努力 学生努力是什么,要做登记,要登记是什么呢?月月日,月月期日 他们已经给他领给了粮食没有,领了衣服没有,就是这么个例子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秦有多这个机关的事情 在秦家第二条,秦家应该有个玉虚,有这样一部,一方面的剪刀 这个玉虚中间一开头就讲,南军受腾,为西多之乎 南军受腾,南军受腾,南军受腾,他得写刀的四乎叫华,为写刀四乎 这里这一句战文就说明秦的南军,下面有血有刀,就是血刀兵士 那两个人的上面的战文是刀,这里是南军下面有血刀兵士 但是,通过这个两条战文,我们可以清晨地看到,秦帝是他 而前面那些战文是清贵的情况,就是秦始王同一条过之期 后面这一条战文,是秦始王二十年 那就是说,秦始王之前,或秦始王时期,秦都实行了血刀兵士的制刀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代是什么情况呢? 汉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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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这样说,说这些雷号啊,他的那个横移叫做棍,王太后太后工具,这书的义呢,叫做义,棍义的义, 他靠不靠不靠,有满意的地方呢,叫做棍,这叫地名了,就说明汉朝的时候,有归,有邪,有义,有棍。 还有,汉须文字集,有文字原因,有这么一条,有四千年卸刀,这又证明汉朝,意思是卸刀兵力。 而有,汉须文字集,要说,人求之为卸刀干了地名,就是,到了朝廷的第二个面, 所以,卸刀,该都有的人,都层子下面的人民进行登记,登记以后,在安比。 上面我印的这些记者,都说明登汉西汉,都是卸刀兵力。 在安比,《曝涫》的那来,选刀 rug,一年,是有 nacional语。 很不能有房秀西 所以主经营 الس旬师,是有凡困祀,又戒, tough, and YES! 这个实证做事啊,一更加了一切五百八十七个,结果要这么多。 说明这个血道病例就知道是相当的普遍。 这说明,汉带也是吉人情志,搞血道病水的知道。 我们在汉时,我们也问一句,为什么请武汉要血道病水呢? 有了血,不得行啦,而刀机会给他提醒的,为什么要说个刀呢? 我这个例号不叫血,叫道,那为什么呢? 这就是正义前面所说的,要满意越道。 要说出名策的例号,满意就是说出名策。 古代的说出名策,国不正正,有些不大正正, 说出名策,说本上满意。有满意的地方就收到,没有满意的地方就收血。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么,我们来再看看,这个书的这个情况进去不进去。 好了,我们来查哈续第一个字。 一查哈续第一个字啊,古人,他记得了, 哈续第一个字啊。 林林军有云多,论多。 光哈军有阴平多。 苏国有阎多。 论西军有江多。 哦,哎呦,一些具体都倒得出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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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林明君有雲道、弄道、光哈军有雲并道、也有延道、弄西地有江道 其中这个血道冰水的指头啊,真实了 而且,所多的地方都是缩舍民兽 我们再看这个林明君,林明君在湘西,正在缩舍民兽的地方 啊,光哈军在四雀南部,也有缩舍民兽的地方 初军也有缩舍民兽,林明君也有缩舍民兽 而且国家道的名称都是江道,江人 啊,军们管理江人的,这就说明了,秋师要满意越大 为什么不是血,要是大,因为管理是要舍民兽 啊,所以要的道,它名称都是以强命名,强人,管理强人的叫强道 你给他写的名称,以缩舍民兽的名称的命名 这样一来,就说明清他之一,就存在血多冰水的指头 而且,是用这个道,来管理缩舍民兽 啊,来管理缩舍民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去 我们的贵家,横着横着一切,就是一个独民兽的贵家 而且得所舍民兽,有一种特许的政策 给他另外的,收持一些机构,可以管理他们 这是有一个历史权等的,因此现在我们也在缩舍民兽地区啊 是组织区,什么维扯组织区,什么维扯组织区 也都是根据我们的历史权等来说 我们再看看,秦帝四号,他们是不是跟说声明车有一些优惠政策呢 哟,固然哟,我根据秦给鬼花言 秦帝四号 秦帝五号,秦帝三号,秦帝八号,秦帝四号 秦帝三号 秦帝四号,秦帝四号,秦帝三号 怎么解释呢? 城邦、阵阴、军队、军长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所所明朝的那些合友 那些求党 他们约有了就位 只有是双朝以上的就位 双朝是第二级 第二级就位,一个有时级 有这动手,他们又完了这 可以引起手们去的解决心了 另外一条,也是 叫那个真存邦 真存邦就是那些存疏于我们所所明朝的合友 这些有罪 领受 也可以允许他们收买 引起手买 不要派行,也不要怎么样 由此国家 对当时所所明朝的合友 有邮带政策 所以说他呢,也真实为了观察这样一些邮带政策 这些跟证明我们归家 至少人秦帝至少开始,秦规 秦规 秦规 秦规是一开始 他们有罪 他们有罪 允许他们一起收买 实行这样一个邮带政策 这 这样一来 就维吾了我们这个独明社会家的同意 无团阶 所以 因此我们今天实行的说声明朝政策 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是我们有这个缺谈的 独明社会家 我们有这个邮带说声明朝的历史缺谈 今天我再讲到这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